字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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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候選邊 這邊沒有公益的情況下 你要拿什麼樣的一個陣容與體系呢? 木森葉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木森葉可以內藤鐵野 爬鬼應該沒有吧 看一下字幕後 看YV他們阿 他們沒空就沒辦法玩 這邊用說標準傳統的空間證 是 這個是拿到一個很棒的空間證喔 其實我覺得我現在目前對於木森一的理解來說 他真的不太適合配進攻性比較低的隊友 就是他需要導球的空間 然後讓隊友有機會去做finish 那如果你今天是木森一配內藤配高殺的話 我覺得右邊的選角有點 就peak來說我覺得有點爆了 就他沒有什麼進攻的一個能力喔 關於這一點 其實我們在今天之前的比賽也有看過 類似就是擺了名就木森一要晃一晃到底的打法 是 所以如果今天NST要這樣打的話 ST就必須得要把注意力專注在木森一的帝王牆頭 沒錯 那你剛剛有提到就是大家很會用帝王牆頭這一套去 包含在天梯上去贏比賽 但實際上在比賽的時候如果對手會防你這個東西的話 他其實就等於跟一二段 先到了一二段是沒有什麼兩樣的 對 還怕甚至還要吃大招的能量 開始我們先來看 NST Team靠著K的跳球 得到第一波球權 但是話還沒講完 球權就回到了ST Team的手上 這邊其實剛剛有機會 但沒有出手再給到一目彈出來 哇 籃板 哇 這邊籃板是 其實搶得滿遠的喔 先到了一個中距離後藥找到了同位 拿下這兩分 2比0 繼續就是 內藤幫忙拉面向的阿牧直接拔起來出手遊 哇 因為 呃... ST這邊還在使用跳防的方式去面對到木森一 我覺得這一點就比較可惜一點的 因為...呃... 就... 我的理解上面來說 我覺得跳防它並不是手木生衣很好的一個方式 嗯 就它會因為跳防而引導出很多 進攻上的一個空檔和漏洞 喔 這一邊 哇 繞殺的二段也被擋下 也要拆炸彈了 哇 這邊強勢拆 雙逼啊 沒錯 直接被改爛 開賽這邊 我們繼續看到ST Team 展現他們的防守單的強度 還有紀律性 這邊 Jimmy 喔 Jimmy這邊也是不停地在找你Sky 防守上面的一個漏洞 看起來Sky是有一點想要把注意力專注在 後揚以後的這個圖示 那這個圖示有直接操的 但 呃... 第一波的後揚也就是miss掉這個火鍋的機會了 對 如果完成到的話 最喜歡阿牧因為這種方式來講 我覺得後揚到底 然後藍板交的一門都發行 沒錯 哇 你可以看到這邊是 呃... 突破以後呢 直接用... 一般的上籃取分 哇 這邊剛剛 空檔想用極訓跳投 但是可能沒有按好沒有出去 再來一次 哇... 可以等你等很久啦 哇 出手選擇上面來說 可能還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對手就站在你臉上 沒錯 可以這邊 等到Sky站好定位 再來發動攻勢 繼續晃 拉面向 拉的比較集中一點 但高砂這邊其實沒有抓起來 哦呦...有 ST這邊有做到 是帝王強頭二段的防守 這就是如同我所說的 你 沒有辦法 一直依靠帝王強頭去得分喔 他在天梯很有效 但比賽上面並沒有這麼容易喔 對 剛剛這球 挺挺是 Tim是 抓到籃板幫他們拆的 一個炸彈飛起 這一邊Sky用普通上籃得到兩分 哇... 這個樣子 取分的話 其實上一球 漏掉的話是可以接受的 但這一球很明顯是 跳的時間點很不對 哦...這邊... K這邊又觸發了一個超捷 沒錯...有機會拉開比分 一樣是... 牆頭 這邊看起來是沒有開帝王意識的 對... 哦...連續兩次 我們看到阿牧用這種天梯的打法 欸...在比賽開局這邊 我們看到他還是佔得上風耶 不是... 就... 確實嗎 因為...我自己認為 你在面對到Mate Team以外的 對我目前看起來的防守強度 都還沒有到這麼高喔 嗯... 不過... 我想也是合理預期就是 如果你想要在超級聯賽 拿下好成績的話 這一招你勢必... 現在不行 你接下來一定得練好 對...必須得練 哦...這邊有個分球的機會 干擾得頂投出手 嗯...剛剛先到其實 他Jimmy的... 加速應該是剛好沒了 不然可以扒到的 沒錯 哦呦...這邊是接球直接後仰 哇...這彈一下快會彈一下 沒進啊 啊...臉的問題啊 沒有...這招其實大家... 很多人都說這是... 廢招 因為你...感覺接到球的位置很難 踩不到你的干擾範圍 不過剛剛確實出現了一個空檔 喔... SKY剛剛想要偷分啊 對...但... 晃了以後直接拔起來的... 對... 騎馬射箭是被抓到了 人群中硬拔 比賽剩下最後一分鐘... 喔... 這一邊SKY又想用普通投籃 但是... 住宿等很久了 SKY再來 這一個... 不不不不...這個用兩次得到過多的分了 你... 不要不要再用了 再用多了 對... 哇...那這邊成功防守住以後 52秒的時候有去追平喔 你覺得他不會再用第三次了 那動作太明顯了 那真的動作太明顯了 他在那個籃下走路走得有點久啊 這邊晃倒阿牧以後 看後面能不能動... 喔...可惜啊 轉身動籃沒有灌到 沒有蓋到 沒有蓋到 來看一下8比8 比賽剩下45秒鐘 雙方都至少有一次的進攻機會 就看誰的執行力比較確實了 這邊... 阿牧晃到籃下 喔...刺激喔 8比8 直接擠到人家臉上去晃 但是沒有成功的晃到 但最後還好 那可能有個歐洲部灌籃 可以來做finish 對...這個人群中這樣子 直接擠壓的用出來 還真的不好蓋 而這邊花形也用出他的後仰轉身 喔... 可以抓到了 這一個普蓋成功 蓋下了大家認為 最難蓋的一個大招 花形的大招 那NST Team 這邊就是 看自己不要犯錯 螢幕這邊他的奇蹟主攻還沒用出來 藍板要拚了 不能掉藍板 哇...高殺抓到這個藍板遊戲結束了 哇...那個地方其實要拉到邊線一點 中間不要留人喔 不能給超級的機會喔 NST Team 贏了 10比8 贏下了這一分 那現在贊成了1比1的一個平手 他強行硬拿8分 而且... 他的帝王牆頭還被封阻了一次 那主要還是你在前期的一個失誤太大了 就是... 這個小便上籃 其實他比較偏向是偷分 晃了一下以後直接上籃 那... 一個比賽他用過一次以後 第二次應該就不要... 他不太可能再... 讓...再進 就是你有注意到這件事情以後 他會這樣偷分 那你就要去提防 那看起來中鋒的位置還是漏掉了第二球喔 對... 那我們這邊透過畫面上看到兩隊的BOX SCORE 哇...非常非常跳出來的一個數據是 主主跟華得分掛蛋啊 對...呃... ST這邊其實差蠻多的 就是在於整體的溝通上 你可以看到在... 呃... Jimmy常常進攻的時間點 他切進去要分球的時間點 然後你會看到主主在按... 要球 但這個要球鍵其實跟挑球鍵是一樣的 但... 很常就是他... 在要完球的時候就會直接接挑球 我覺得這個有點象徵第一個是 呃... 你操作的一個熟悉度 那再另外一個點是 呃... 你隊伍是不是真的有要把球給到主主手裡 那你們那個時候當下可能是沒有決定的 不然其實照理來說 主主應該是要準備地板球 而不是在原地按到挑球 就不太可能會有這樣的一個配置 因為如果你不傳... 呃... 就是要把你要傳給花行 或者是你自己要上一二段了 你自己的一二段就有機會被蓋 所以... 照理說光頭一幕是有事做的 那他唯一會在原地繼續按著同一個案件的一個理由就是 他們說好要把球給他 但球沒有給到他 那怎麼樣看起來都是個失誤 是... 而說到地板球其實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呃... 呃... NSDK他用的內藤鐵野呢 他產了五個地板球 然後得到了兩分 蓋了兩次的主攻 那... 關於這些數據 兩分就是我們剛剛看到最後人群當中的那一次歐洲步灌籃 第一是比較難看 而... 在防守端呢 欸... 真的要得給K拍拍手 他是一位二十歲的大學生 那他在團隊裡面扮演的風格就是防守大鎖 他特別跟我強調的是 他對所有球員的鍋點 遼弱執掌 是...當然 當然絕對的 你要當防守大鎖 你還可以有什麼技能不熟的嗎 沒錯 所以剛剛我們就看到他在關鍵時刻 蓋掉花旗那一球 是...